跟DCA群組有點類似的 在QU上面還有一個靜音群組的功能 靜音群組可以指派輸入和輸出的音軌以後 直接使用QU回音機上面的快捷鍵 SOFT KEY來進行快速的音軌進音的工作 靜音群組的操作是在觸控螢幕裡面來進行的 首先觸控螢幕切換到Rooting的頁面裡面 在Mute DCA GrooveR Side的頁面裡面 接著點選各音軌 全部的輸入輸出音軌都可以指派 選取鍵就可以對應該選取鍵要分配到 哪些靜音群組 在左下角方形軌鍵裡面 點選Mute GrooveR Side這個框框 在這裡面則可以利用 觸控全部的音軌來指派 靜音群組的內容 比方講的靜音群組是我們 指派四個 效果音群組 在Must這邊 我們也可以直接來操作執行靜音群組 靜音群組的紅色按鍵是對應SoftKey的四個按鍵 在這裡面 還可以有命名的功能 你們 spawn為一些改方案 我們再次完成 我們來做辦重要事 字幕後開始 edel極 極